有了有了 有了回來了 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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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啦 有人說有了 超過3000轉突然亮引擎燈 你去看那個啊 涵氧感知器啊 有賣過Xiena嗎 還沒賣過 推不推薦呢 其實Toyota的車子應該不太用懷疑 推不推薦就看你自己覺得 符不符合你的使用 老BM後照鏡都會貼一層藍藍的保護貼 你是指鏡片嗎 你如果指的是鏡片的話 它有的是那個防眩光的鏡片 防止後面呢 開遠光燈的時候 燈太亮的時候 你會不舒服 Premacy 煞車燈亮ABS燈亮 啊那個啊 感應線啊 ABS感應線啊 那個那個年代的福特馬自達 323TierraLive常有的問題 ABS線主感應器 馬自達2002修理廠插電腦查不出問題 那個東西 那個時代的馬自達應該 行車電腦的那個連結度沒有那麼強 你就是檢查那個煞車ABS線主就對了 真的啊 那我遇到很多了啊 那個會有很多問題啊 你除了ABS線主亮之外 有的還會閃OD燈啊 這一期我準備跟大家聊一個 我最近在論壇看到的一個文章 我把文章找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因為他這個文章裡面有提到 有提到車行的名稱啊 那我是覺得 我不講 我不講這個車行啊 好不好 他意思就是說 他 他原本 原本去某個地方買了一台二手車 然後反正 我一個個講大概遇到什麼事情 那一邊跟大家解釋說 解釋說買二手車要注意的事項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不錯的範例 首先就是說 他買車的金額 買車的金額跟他最後 所付出來的金額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車價以外 他沒有在簽約的時候沒有講好說 還會增加什麼樣的費用 所以說那個過戶費啦 或者是一些稅金的計算方式啊 他又就被又多收了 7000多塊錢 那第二點是說 你可能會在電視上 在廣告上 不管是什麼任何的聯盟 或是任何的數字網 你看到的車價 那他們上面在打廣告的時候 都會寫說 有什麼幾年幾萬公里的保固啦 那上面都會寫 什麼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幾年幾萬公里保固 可能在打廣告的時候都有 那你會以為說 都每台車都有 所以你就去了 所以你就去了 我們先假設 這是車主的片面支持 那我們以他的片面支持來做評論 那我 因為這個東西不能 不可能只聽一方講嘛 那我們沒有去跟車商求證的狀況之下 我不去做過多的批評 我只在這個案例裡面來跟大家講 你們可以注意的事情 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他在買的時候 他看了廣告 然後標榜 有一年兩萬公里的保固 好 反正他就去看了 然後試了車 那重點是說 他說他看到這個車 他覺得有改裝 這個避震器有降低 然後方向盤 排氣管輪胎都有改過輪框 試車的時候說底盤有異音 那賣的時候呢 店家保證說會幫他處理好 然後廣告的時候 他在他們的PO車的廣告上面說 這台車有倒車顯影 但是他在現場看的時候 老闆表示說 倒車顯影已經拆除 所以請這個你要買的人 你要自費一千塊 然後他再幫你裝一個新的這樣 然後他買車的時候說 這台March不是有後雨刷嗎 為什麼這台沒有 他說 這個是運動版的型號不同 沒有後雨刷這樣 後來他才確定說 這個後雨刷其實是有 只是說前車主拆除掉了 然後後門把那個雨刷孔封起來了 反正他就當天就買了嘛 買了之後 買了之後 然後那個車廂就過戶了 可是他去看了之後 他就發現 車還沒有 還沒有整理就過戶了 可是我覺得這還好 這順序的問題 因為他說什麼底盤有異音啊 還有一些小東西啊 會幫他更新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跟他說 過戶花了兩萬多塊 然後請車主再付三萬給他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過戶要兩萬多塊 所以 可是他覺得很奇怪 還是付了 然後 他請 對方幫他換一個新的電瓶 然後發現 擋風玻璃有裂痕 然後也希望能夠修復 然後交車 然後就交車了 結果交車他說 電瓶是二手的 不是新的 然後 反正 被多收了一些錢 大概多收了兩萬塊左右 過戶費 喔好長喔 好啦 反正他後面有一些問題 然後對方就是 不幫他處理吧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他好像還有故路吧 大概就是這樣 好 講完了 這裡面幾個問題啦 我是覺得 他買的車 好像 March聽起來也不是什麼太貴的車子 那我覺得說 首先他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他當時簽署的應該不是定型化的契約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呃 我覺得最強調 我們先不管這個車有改裝或是車況怎麼樣 第一個 你必須要簽署這個定型化的契約 他要幫你修底盤的異音 那你必須要備註 齁 比如說 呃 你換的會是新品還是舊品 然後呢 我是不是可以確認 底盤異音 無誤之後 那你要去講齁 看是不是說 欸 如果今天這個異音沒有解決的話呢 我們就 我就不交車 齁 我有權不交車或是怎麼樣齁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呃 好 比如說他幫你換電瓶 那這個電瓶你是要換全新的電瓶呢 還是說中古的電瓶 你都沒有講清楚嘛 齁 你要你要在合約上面寫清楚 那第二個是說 好 那我買這個車以後 還會產生什麼費用 好 比如說驗車過戶的費用 是假方負擔還是乙方負擔 那 預計會是多少錢 對不對 強制保險應該是要多少錢 你都應該要把這個 賣方答應你的事情 要很 真的要具細迷移的寫清楚 因為這樣才能保保護自己的權益 我之前的直播跟大家分享過 你千萬不要相信口頭說的東西 對不對 男人對不對 找女孩子回家說 欸要不要來我家看貓 對不對 齁啊我只是抱抱而已 我沒有要怎樣 對不對 汽車旅館我只是去上個廁所 肚子好痛 我沒有要怎樣 齁 嘴巴講的我跟你講 都都不算啦 好不好 你要記得要寫清楚 齁 對方答應的是要寫清楚 因為我我聽過太多 在賣車的時候都說 好沒關係 OK 齁 怎樣怎樣 都沒問題 反正你只要買了 我跟你講什麼我都答應你 可是問題是真正 到手了之後 欸媽媽跟男人一樣 對不對 到手了之後 欸社後就不理了 對不對 那連簽約結婚都可以離婚了 那嘴巴講 怎麼可以證明是沒問題的 好啦反正合約要寫清楚 你除了要把對方答應你 要幫你修復的東西寫清楚 新品舊品 還是也要寫清楚 齁 是什麼修 你是幫我媽的換良品 對不對 換中骨品 沙肉品 附廠 正廠 那寫清楚嘛 你要怎麼幫我弄嗎 好再來就是 稅費嘛 對不對 稅費還有多少稅費 要寫清楚 媽要不然過戶費 開個單子來給你一兩萬 你怎麼受得了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比較容易犯的錯誤 這也我常跟大家講的 這跟我之前提的原廠的 有 原廠認證中午 這有異曲同工之廟 都是消費者看不出來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很多的 什麼聯盟啊 很多的 網路上的一些 廣告啊 都寫說 歐媽一年兩萬公里啊 兩年四萬公里 三年九萬公里 他的保固 他們只會寫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對不對 他會寫引擎變速箱 什麼六大基建 一年的保固 好問題來了喔 第一個 並不是全廠的車子 都有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他廣告雖然是打 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但是並不是 全部車 全部廠上的車 都是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還有蛋書 蛋書是什麼 你可能還要去買一個什麼 保固鞋 你要去啟動保固 又要再付費多少錢 五千八千一萬都 都有可能 廣告上面沒寫嗎 他只寫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好第一點 我再講一次 第一點 並不是全廠的車都保固 第二點 就算有保固了 有沒有蛋書 要不要去啟動保固 要不要再花一筆錢 才有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好你如果沒有去啟動保固 你沒有去買保固鞋 沒有花這個五千八千 你還是一樣 沒有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好那第三點 你真的也 有買到有保固的車了 然後你也去花錢 啟動保固了 對不對 第三點 那保固的內容 是不是你有用的東西 他有保固手冊嘛 那保固手冊就會寫 喔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是消耗品不保固喔 什麼東西壞掉 喔 才有保固喔 好不好 所以那些保固的內容 又是不是你用得到的 這三部曲 你不能說他廣告不實 我只能說那個是一個行銷的手法 就很像類似說 我常在講我們這邊的那個眼鏡行有沒有 導電 賠售大拍賣 有沒有要導電 我已經看他三年都還沒導 所以我們不能說他廣告不實 只是說是一個行銷的時候 把他只講好的啦 所以消費者還是得去注意他的內容 手牌Fiesta要注意什麼嗎 嘖 我是覺得 我們除了一般的事故泡水以外 手牌Fiesta我覺得 第一個里程不要太高 第二個我不喜歡有 改裝過的 十幾年的Tienna跟Camery小事哥選哪一台 看你要用來幹嘛 如果我依我的生活方式的話 我會選Tienna 因為我覺得Tienna比較漂亮 如果你是要拿來抄的 省心的你就要買Camery 好不好 E34 124哪個比較好養 W124比較好養 那個時代的W124會比較好養 那個時代的冰式沒話講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他的那個用料真的沒有話 MK3除了變速箱還要注意什麼 沒有啦 就注意變速箱就好 其實變速箱也運氣運氣 沒什麼好注意 你不要買里程數太高了就好 其實你也注意不了什麼 你只能試開看看他的那個 起步有沒有太嚴重的抖動 然後換檔有沒有太嚴重的頓挫 要不然你也注意不了什麼 水箱的風扇建議台場或日常 其實像這種台台場日常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 除了評估他的價格以外 你應該還要去評估說 你這個車殘值剩多少 你還想要開他多久 通常有抽煙的車想賣出會被扣錢嗎 坦白說會 我會啦別人我不曉得 我會 因為煙味真的不好出 煙味真的是很難處理的味道 Tiena 3.5 Camry 3.5 Accord 3.5比較喜歡哪一台 Camry 3.5 很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到3.5以後我選Camry對不對 因為喔 Accord 3.5那一代 我不喜歡他的造型 我覺得他好肥喔 我覺得他肥的 我的審美觀覺得不好看 別人的審美觀我不曉得 但是你如果那個 底盤跟大小 就是那個空間的大小 那個是無庸置疑 那Tiena 3.5 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跟Camry 伯仲之間 那外型 三台的外型 我最喜歡的第一名 應該是Tiena 但是Camry 3.5 我覺得 他的維修零件 應該是這三台裡面最便宜 應該是三台裡面最便宜 但是我覺得他是最穩定的一台車 那以造型來講 我覺得Tiena是第一名 Camry第二名 雅歌我會放第三名 因為他們差不多那個年代 大概2012年 2011年左右 那個年代 3.5 然後 穩定的話 當然是Camry 再來 雅歌 Tiena 但是零件的修起來的 雅歌是最貴的 再來是Tiena第二貴 最後是Camry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 各有所好 SWIFE 06年的定期 乖乖保養 越開越沒力 怎麼辦才好 那你要看是什麼問題啊 一般你越開越沒力 是不是你引擎 你沒有油泥啊 或者是你的那個叫做 一些感應器啊 比如說海洋感知器 你的公油比有問題啊 或者是你的點火火星塞老化 因為06年其實蠻久的 那你要全車做一下檢查 引擎是不是要經過清洗之後 你可能會好一點吧 或者是去測一下鋼壓 是不是有鋼壓不足的狀況啊 吃雞油 澳迪TT2X萬公里問題會多嗎 應該是不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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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自達豐田的考量妥善率選哪排 那豐田的妥善率是不太用去懷疑 豐田這個問題是這樣 其實他妥善率不是說他完全沒有問題 而是說我覺得啊 因為他賣得多 所以就算他有問題的狀況之下 你零件也不見得太貴 我覺得他的整個市場行銷手法是很很棒 那其實我公司裡面我也有有 利用到類似Toyota他們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我我的我是二手車嘛 那我車只要賣得夠多的情況之下 那我底下的一些協力廠 因為我可以大量的比如說 輪胎比如說行車記錄器 比如說修理廠一個月要做好幾十萬的生意 所以這些協力廠周邊的協力廠 因為我是大戶嘛對不對 我每個月雖然都沒賺什麼錢 但是我給他們很多的工作量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 我的我就可以去管制他們的價錢 我可以去要求我量這麼大 你是不是要給我們比如說工錢上面的一個service啊 甚至一些零件商我們叫的量大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壓低這個價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跟Toyota有 稍微有學習到的一個市場的概念就是 我大部分賣的車都是平價的 好照顧的問題少的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回來我又再經過平管之後 那他風險又更低了 第三個我賣出去以後我的量很大對不對 那即使說我的平管萬一如果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啦 我坦白說啦 我也沒有說我賣的車百分之百沒問題嘛 但是我只能說風險也許是比較低的狀況之下 萬一還是發生的狀況 那你回來之後我有能力幫你保固 或者是幫你修用很便宜很便宜的價格修好一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樣對買賣雙方 甚至我的所有協力廠商 大家都好對不對 那現在大部分車行的狀況是 我也很坦白說啦 今天我如果我今天我銷售的 我其實我陣痛期很長 因為我不是說我一開店我的生意就跟現在一樣 對不對 我一開店已經一個月三台五台八台十台 對不對了不起了 一個小店賣個幾台車一個月 那我沒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啊 對不對 我沒有能力去壓榨協力廠啊 協力廠也不理你 幹啊你媽小吃一個月才來給我修幾台而已 你在靠北什麼 對你沒有能力啊 零件廠 欸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 你靠腰啊媽的你媽 一個月叫沒五樣零件嗎 我為什麼算你便宜 對不對 輪胎店行車記錄器 通通都一樣 你不夠大部分人要刺你 所以我是經過蠻長的一段陣痛期 我坦白說我其實 我也不怕大家知道 燒了蠻多年的錢 因為我堅持我這樣的做法 所以我燒了蠻多年的錢 那到這一年稍微 大家比較知道我們 所以我們賣的更好的狀況之下 我才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來回饋給跟我買車的這一些消費者 對不對 我才有餘力去幫你負責幫你保固 然後我有辦法有自己的修理師傅來幫你做服務保養 幫你們洗車 舉辦烤肉 對不對 我有餘力我才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那今天我賣的數量如果跟以前一樣 五台八台十台 我真的我也沒能力做這個事情 可是我認為這是好現象 對不對 對我只要有適當的利潤 然後我不去欺騙人家 我不去壓榨人家 那更多人來跟我買 那我當然我可以回饋給大家更多東西 這本來就是這樣 不是嗎 夏天行徑不平路面容易有異音 開起來又沒啥問題 需要檢查更換零件嗎 要啊 要檢查零件啊 有用過引擎省油貼片嗎 沒有我不相信那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一直都有一個爭議 以前很多什麼省油貼片 說他媽的可以貼在油管 進氣管 貼在避震器 避震會變Q 然後貼在那個進氣器管 進氣會他媽的 空氣會變得像骨關空氣一樣 然後貼在那個點火線阻 點火會變得很強啊 我自己學理科的 我真的媽的 我猜不出會 那是什麼外星人科技 但是我跟你講 那種東西都還是有人買 好 BTE案例 有人去問 有人去問說 二手車所謂的整理 到底整理什麼東西 其實我從一支 以來齁 我從我剛剛我提到的 我一開店的時候 我可能每個月的銷售量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那我說了嗎 我那時候都在燒錢 對不對 那燒錢是燒在什麼地方齁 燒錢就是燒在說 我除了 如果你們 還有 有人還在上PTT的話 你去以前的 有一個版 叫Car Shop版 你去搜尋一些關鍵字 小師 你都可以看到我以前的做法 就是我一台車 我從進來挑選過之後 那我再做全車的檢查 好 那檢查其實這個東西是很模糊的嘛 對不對 你所謂的檢查到底是 用什麼為標準檢查 你是用什麼方向下去檢查 你所謂的整理是整理什麼東西 那 我先講傳統車商的整理車方式好不好 車一進來 最重要的一定是什麼 眼睛看到的地方 還有聞到的東西 也就是氣味 跟這個 呃 內裝 外觀 漂不漂亮 烤漆要烤幾個地方 先把 你看得到的 外觀內裝弄好 氣味臭把它弄香 好 美容完之後呢 好 這接下來 引擎室跟底盤就是重點了 我現在講的是一些比較正統 那種比較特別沒良心的我們不講 基本上還過得去的車行 首先呢 他如果看到引擎室上 上蓋墊片稍微有漏油 我跟你講上蓋墊片漏油換油封不貴 所以稍微還 他覺得他自己很有良心的車行 算有良心的車行 他會上蓋墊片他會換掉 因為很便宜 好 上蓋墊片就上面打開 清乾淨 墊片換掉就好了 那他可能看到油張他會換一下 但是呢 大部分的問題來了 大部分的問題是在下面的漏油 下面的漏油 所謂下面漏油什麼 變速箱漏油 變速箱漏油很麻煩 因為你要把變速箱卸下來 後驅軸油封漏油 你就是要卸下來 就不是很簡單的更換 工錢會更貴 材料錢不貴 工錢會非常貴 所以大部分的車行 如果看到這一種 比較難處理的漏油 不好意思洗乾淨 就是沖乾淨 沒有第二句話 漏油沖乾淨 漏不大沖乾淨 稍微漏沖乾淨 漏很大沖乾淨 反正就是沖乾淨 好 再來 呃 電瓶的部分 不會特別去檢查 如果車都還能發能開 電瓶不會特別去檢查 好 如果引擎覺得 引擎腳會抖動 好 換引擎腳 一隻兩隻換 大部分都換副廠 那有很多人會說 呃 中古車商都會去換中古品給你 但是我 我坦白坦白話講 你像引擎腳這種東西 通常 你一般的正常的國產車來講 沒有人 車商會去 他都要換引擎腳 他絕對不會去換殺肉 副廠的會 大部分都是換副廠 但是他絕對不會去換殺肉的 中古品 不太會 真的不太會 因為價錢真的差不了多少 好 再來 輪胎 胎紋說的過去 絕對不會動 胎紋如果真的已經變成光頭胎了 找中古 萬一電瓶真的 我剛講 能發動就算 發起來有點沒力的 中古電瓶有 因為外面有一些電瓶行 專門在收舊電瓶回去 重新 然後重新整理 電解液弄一弄 然後用新品的一半價賣給車行 都是賣給這些修理廠或二手車行 好 那輪胎也是有一些所謂的 我跟你講沒有落地胎這種東西 很少有落地胎這種東西 大部分都叫中古胎 那中古胎就是去挑 好挑胎紋 交代的過去的胎紋 那中古胎的價錢大概是新胎的一半的價錢 好 那再來底盤的話呢 如果有異音的話 有異音的話就便宜便宜的 換一下 但是避震器的話 我坦白講 避震器算貴 避震器動輒一支就兩三千塊以上 所以避震器有人會換中古 冷氣灌冷煤 不冷就是灌冷 壓縮器換掉 換翻新的 好啦 反正簡單講啦 他就是要把 車子用最便宜的方式 然後整理到呢 可能引擎沒那麼陡 方向盤看起來呢 沒那麼光滑 或是沒有破皮 椅子沒有破皮 內外乾淨 漂亮 然後這個冷氣會冷 試車的時候底盤沒有太大的異音 好完成 好不好這樣就是一般的車上整理好 這樣算有良心了 好不好這樣就算有良心 那我在說我剛開始開業的時候 我覺得說如果這樣做的話 怪怪的 那我想要做得更緊繃一點 所以呢 我所有的耗材的零件的檢查 我都是以半年 我坦白說我是以半年為一個出發點 我希望是一年啦 但我不敢講一年 因為我沒有辦法看那麼遠 我們的師父沒有辦法把東西看那麼遠 因為其實很難看得出說 你這個東西一年之內會壞掉 這其實很難去判斷的出來 但是我要先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剛剛講的一些東西 在我們這邊換 我們都是換新品 我們都是換新品 不管是電瓶啦 或是你要換引擎腳啦 你要換底盤的零件避震器 我們都是用新品下去 我沒有在換舊品 我舊品只會換一些比較難找的零件 比如說一些室內的杯架出風口 那些塑料件如果真的原廠訂不到貨 或者是真的太貴了 那我可能會去殺肉場找舊品 但是你一般叫得到材料的一些底盤零件啊 引擎的零件啊 其實我都會用新品 不一定是正常的 我坦白說 我也之前跟大家分析過了 我們要懂得去判斷什麼東西 必須要用正常 什麼東西用副廠就可以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用我們的專業去判斷 但是我們坦白說 我們也用我們專業在賺這個錢嗎 因為我知道 我雖然是給你新的狀況 可是我要如何去節省這個經費 我才能賺更多錢 對不對 而不是我花了這個錢 花上去以後又讓你很快壞掉 那我這個錢不僅沒賺 有賺到 但是賺的不心安理 對不對 會有負評價 所以我如果預期到我在檢查過程中 我覺得有哪些零件是半年內有可能會壞掉 那我可能就要提前把它做更換 而且一定是新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無論 我不管那個車之前有沒有做過大保養 只要從我這邊出來的車里程數超過八萬以上 我一律車交出來之前 我都會幫你們把大保養做好 再交給 那大保養是什麼東西 除了五油三水水管以外 當然對於這個最重要的正式皮帶 對於水幫浦 這個我都是一律換新的 有時候拆開媽的前車主剛換 水幫浦剛換 都拆開了不然就還是換 重點是 我覺得重點 有時候水幫浦那種東西 蓋起來你看不到 其實水幫浦你真的你肉眼看不到 那那個東西 有做沒做 對於我們來講 只是我坦白說 只是一個習慣跟一個交代 所謂的交代是說 我跟你說 我有換水幫浦雖然你看不到 但是你相信我 對不對 那你回去沒有問題 OK嗎 那你萬一 萬一喔 假設我也有遇過這個情形 我換水幫浦對不對 回去欸幹 小師哥我水幫浦漏水了 好又回來說 他水幫浦漏水 可是對我 站在我的立場來講 我就是確實有換 而且我是換新的 那沒有關係 如果是新品 是壞的 回來 當然我再幫你拿去做寶庫更換零件 那個是不用錢的 沒有問題 但是我可以對我的客戶交代的過去 就是我確實有換啊 我不知道這個新品 怎麼會是壞的 我有遇過這樣的情形 坦白說 好 我有遇過材料瑕疵的 所以我說我的重點是在於 我有沒有做 而不是在於說 做的好或不好 然後我也像甚至 我今天不是發生說 欸我跟你說我有換了 結果你壞了 水幫浦漏水 回來一拆開 欸小師你沒換 你騙我對不對 那這樣不就GG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重點是要做 有做 那例如說 例如說 為什麼我連電瓶都換新 我跟你講 中古的電瓶 我剛剛講大概是 新的電瓶的一半價錢 然後中古的電瓶喔 那個電子行也有給你保固半年 有的還保固一年喔 中古的電瓶 那我還是換新的 為什麼 對於我來講 了不起差一千多塊喔 那我為什麼要差這一千多塊 我去換一個舊的東西 那如果你回去半年 電瓶掛掉 你回來說小師 你就是給我換中古 所以你看 電瓶半年就壞了 你就是給我換中 阿所以 我常講我愛面子 阿我既然我要花錢幫你換了 我為什麼要給人家說話 我今天如果換新的 有沒有半年內壞掉的案例 有 但是客人回來說小師 你不是給我換新的 怎麼就壞了 阿我說真的新的 你自己看阿 對不對 阿我說給你換新的 他半年要壞掉 也不是我的事情嘛 反正我還是幫你去保固 再換一顆新的嘛 對不對 好所以 這樣客人不會怪我阿 他反而是怪 欸阿那電瓶有問題 不是我有問題 我有做阿 我就是換新的阿 對不對 我不是跟你騙你說換新的 結果換舊的 那我被人家幹活該阿 對不對 我被人家嚇硬該阿 好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重點是有沒有做 那要做就做好 其實就很單純就是這樣 大家晚安 再見 再見 再見